新北社立万里幼儿园举办孝庆活动 今年有别与以往都在室内庆祝活动 这次先到户外亲子践行闯关 而后再回到幼儿园进行运动会 活动的最高潮是趁着五月母亲月 幼儿园带着小朋友唱歌表演给爸爸妈妈看 并且温馨的奉上茶水 感谢父母的养育与陪伴 让热热的活动现场瞬间就充满了温馨的氛围 请妈妈坐下来小朋友就感恩 然后唱他们感恩的歌 然后又奉茶又帮妈妈吹背 我相信在这个画面里面 可以真的是留下非常棒的一个回忆 这次的孝庆活动除了邀请家长来共享盛举 学生们的哥哥姐姐也一起来活动 而学童们从跳绳滑步车到江球投进特制的篮筐当中 每一个活动都要齐心协力的与同组的伙伴 以及爸爸妈妈们一起完成 我们这一次就是把我们平常孩子在学校里面 每一天的早上大肌肉活动的时间 他们所上的课我们抽取一部分 让家长他们要展示给家长看 所以在这里面就有滑步车 那也有脚踏车 那还有一个就是大班的孩子 那他们也喜欢跳绳 那他们就是跳绳也是展现给家长看 那在这里面呢 这是属于小朋友的部分 接下来就是家长 家长跟孩子一起同乐 就是我们有拿球 然后丢到那个篮筐里面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的作品展示 那小朋友的作品展示 也是让他们在这一个学期里面 他们在学习区里面 他们所展示的他们的作品 所以我们有利用我们去淨摊的时候 拿回来的海费 也做了很漂亮的一个他们的美劳创意 活动的最后 邀请家长分组一起来进行把和比赛 角色转换 换孩子们在一旁为爸爸妈妈们加油打气 万里儿园也期待 透过这场不一样的校庆活动 让孩子自信地展现在校所学 也与家长一起要共创难忘的回忆 即将贫寒 万里情报报导